來到理題 16.8 今次要做的事都是 解兩條不等式,還滑去合併 B Part 比較特別,要寫出最少的正影數 一樣,我們各自解了兩條方程,再滑圖 再想,滑的時候要怎樣處理 合併完後,再想 B 法怎樣做 首先看 A Part 題目 左邊這條,首先抄題目 首先要處理的是一個括號 首先把 3 承進入每一塊東西 然後,這裡有 4 個東西 用加減的方法,將它們左右調位 正數調到負數 正數調到負數 快選 之後,這是乘5 所以用乘除的方法,將 5 送給對面 由於是正數,所以方向不變 右邊這個不等式,很簡單 剛才用加減方法,將減減2 對面 快選之後,這個是乘5 所以2 個方向不變 因為要去整數,所以方向不變 解完之後,一樣畫數線 然後將大數字放在右邊 小數字放在左邊 跟隨不等式方向畫出 這次同樣地是要兩邊,不要中間 所以寫法就是左邊或右邊 接著,我們去到 B 部分 我們要寫出最少的正整數 首先,寫出即是沒有步驟 直接寫出數字就可以了 其次,我們這次要正整數 所以如果你看回數線的話 我們負那邊是不要的 我們只要正數這邊 而這邊最少的正整數 2 我們是空心的,所以2是不要的 所以最少就是3 在這裏有一個特別的東西要留意 就是大家如果想寫標點負號的話 那句號就寫好一點,不要寫到像0 如果不是答案,就會變成30 就當錯了 或是更簡單的 你可以點一下Full Stop 或者直接不寫